东部惊传重大的游览车车祸意外 就在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 在旧苏花公路115公里处东澳段 原辆满载了45个人的游览车 在过弯的时候撞上了山壁 现场有15个人轻重伤 另外5个人不幸死亡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游览车的车体毁损相当的严重 在它的后半段甚至还撞出了一个大洞 司机表示因为刹车失灵才会撞上山壁 而根据了解 这台游览车是新北市新店区复兴里的 里民活动 他们要前往花莲进行两天一夜的活动 今天下午其实已经准备要返家了 没有想到在返程途中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意外 乘客倒卧在马路上 一旁还有人摊坐在路边 而伤势较轻的民众紧急向外求助 下方队员获包到场 先将重伤乘客抬上担架送以急救 慢慢来 慢慢来 司机坚持最后一个送医 而出意外的游览车 不知挡风玻璃 车窗全碎 连内装座椅也因为剧烈撞击 扭曲变形 疑似因为刹车失灵才撞上山壁 这些意外发生在16号下午4点半左右台九县苏花公路115公里处东澳段附近 一辆游览车不明原因撞击山壁 左后车身车壳整片脱落 部分乘客直接被摔出车外 一共造成5人死亡 15人轻重伤 因为疑似刹车的关系 触撞山壁 那么虽然车辆没有发生潜负 但第一时间有部分的人员因为撞山壁的关系 抛在整个公路上 根据了解事故游览车2018年1月才出厂 过去有发生两件违规但已经结案 而车上连同司机加上乘客一共45人 一行人参加新店复兴礼民活动 到花莲进行两天一夜的旅游 没想到16号傍晚游览车回城时却发生意外 至于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这里可以来报道 苏花公路这起非常严重的车祸意外 是新北市新店区复兴礼的礼民活动 他们本来要参加的就是两天一夜的花莲行 去了像泰鲁阁等等的知名景点 并且入住了五星级饭店 而参与的年龄层大部分是在50到70岁 领长也参与其中 而车上有45个人 5个人不幸死亡 15个人轻重伤 那么现在包括了宜兰县政府卫生局 已经启动了重大的大量伤患处理机制 那么数家医院也全力地支援抢救当中 而受伤的乘客也还原了当时的惊险一瞬间 说当时过弯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复兴的里长也说了 之所以这么严重 很可能是因为团员当时都没有吸安全带 飞出去所导致 医护人员全都集中在急诊门口待命 16号下午宜兰苏花公路惊传一起车祸意外 一辆游览车在过弯时疑似刹车失灵撞上山壁 里长说疑似是因为乘客没有吸上安全带 加上强烈撞击造成重大伤亡 司机和乘客以及兜售人员共45人 分别被送往宜兰圣母医院 以及台北荣总塑澳分院 第一次感觉我们很快 第三次就没办法翻过了 修乡 老区 老区一月到三天就脱下 据了解新北市新店区复兴里里民活动 是由好事业旅行社承包的花莲国旅团 团员年龄多为50到70岁 两天一夜的行程 有到太鲁阁 山岳吊桥等知名景点 并入住五星级饭店 团费落在五千元上下 旅客约在半个月前 由复兴里里长透过老板认识预定的 事发后老板也赶抵现场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焦急 因为里面都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好邻居 为这些伤患希望集气 然后给予他们正能量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游览车载着新北市新店区的里民 出团旅游 要从花莲回到新店 没想到开心出游 却无法安全回家 解册红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国内首批到货的 11.7万剂AZ疫苗 指挥中心表示 在17号完成检验之后 何时开打将会在两天之内 跟专家开会讨论之后 做出最后的决议 而被列为最修仙施打对象的医护人员 施打的意愿其实也出炉了 在专责医院的18万名医护当中 第一线直接照顾个案的医护人员当中 是有43%的人愿意施打 但是在非直接照顾个案的医护人员当中 只有28%愿意接种 而整体的平均 大约只有三成左右的医护人员 想要打疫苗 对此有护理师透露 实际的数字可能会更低 因为调查是采记名登记的方式 最近几天又爆出了 多国停打AZ疫苗的消息 所以等到真正开打的时候 台湾接种的人数恐怕会更少 我国首批到获得AZ疫苗开打在即 但这几天国际上有多国都暂停施打 台湾要不要跟进指挥中心 这几天会做出决定 18号的这个欧盟的开完会 那可能也会建议 那这个都我们可以纳入这个考量 两天之内来开会 当然就之后才会有开打 一旦决定开打 被列为优先施打的医护人员 意愿到底有多高 来看看原本疾管署 在二月份针对全体医护人员做的调查 当时还不知道疫苗厂牌的情况下 还有六成五的人愿意施打 不过16号针对专责医院的医护人员 再进行一次调查 整体只剩下32.7%的人有意愿施打 这回调查的18万名专责医院医护人员 其中直接照顾个案的五万多人中 不到一半愿意施打 而非直接照顾个案的人 施打意愿更低于三成 加一加一共五万九千多人 想打将近三成左右 但实际上数字可能会更低 说副作用太大了 然后大家都是处于观望 区民调查我们会不会有压力 会不会影响我打口纪 有些护理长的强硬态度就是 你不回答 你不投票 医护人员普遍是愿意接种疫苗 那大家的顾虑就是说我要打哪一支疫苗 医护说出新声加上疫苗施打后若出现不良反应 中央也没给医护明确的配套补偿 影响施打意愿 这也让首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左右为难 记者这么报道 阴行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昨天在记者会上面对媒体询问说 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国家缓打AZ疫苗呢 但是当时庄仁祥不仅没有说明 还语带不悦地表示 你们自己去查就好 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仅有当场让台下的媒体一阵错愕 更有台北市议员忍不住在脸书上怒劈他傲慢 更呛说不耐烦可以不要当发言人 而庄仁祥在今天态度大转变 为此道歉 他说那个时候一时鬼打墙 都可以再说明 至于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呢 才会动怒 庄仁祥则是简短地回答说 他很好 谢谢观星 有多少个国家目前是已经缓打AZ疫苗 我是有追踪 但是这个你们自己查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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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庄仁祥头一歪再敲下桌子 现场瞬间疑整尴尬 15号在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庄仁祥不愿回答记者提问 甚至板起面孔开呛 让在场媒体非常错愕 隔天上午指挥官陈时中也难帮忙还家 大概一些资料都有在 那不过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整理给大家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更在脸书上酸 有傲娇病啊 你不是发言人吗 这些官员真的很感很傲慢 而庄仁祥16号再开记者会 态度完全大不同 那天的部分我想可能就是一时鬼打墙吧 抱歉 今天我可以再说明都可以 用鬼打墙形容前一天的回应 还亲自道歉放软身段 不过记者继续追问 庄仁祥跟列席的李炳颖医师 发生一段小状况 强大问题让现场气氛稍微轻松些 庄仁祥几乎天天现身记者会 指挥官不在 更得一个人回复所有问题 手机也24小时待命 实在没得休息 发言人可能真的累坏了 亲上霍尔县道歉 希望平息风波 这台北综合报道 商业 以 debe也可能有点 alligator 从锲 里面 散出 女티 SON 谣 雅 那 嘞 对 哼